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今天是渐松和有胜 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同时也有专业分析师深度解析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小致股项走势 让你动息市场先机 对 又来到了大家都很关心的股市状况新一周 我觉得自从美国上市公司 最近开始公布第三季财报以来 其实很多方面都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像是很多大型的银行 他们的净利润其实都大概超过两成 而重磅的公司像是特斯拉 Netflix他们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 所以刺激标普指数在上周一度上涨到4549点 再度创下新高纪录 欸Anthony 我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 因为我们过去一直都讲能源危机很危险 然后会冲击到整体的股市 可是看上去其实都没有怎么样的嘛 只要美股基本面够好 管你什么危机的 我掌握的就是了 对不对 那你看看马股 其实马股没有那么幸运 其实我本身是非常羡慕这个美股的走势 你看看马股已经好 一段时间没有创新高了 尤其是每次到了这个1600点的关口之后 又面临这个套利的这个因素而迅速的下滑 你看上周再次挑战1600点的关卡失败 周五是以这个1588点收市的 是我自己是觉得非常可惜啦 因为我们过去都认为说能源危机啊 还有中油价格飙升 甚至是经济复苏的行情应该还是 对我国的市场带来刺激效应的吧 可是 来到了大概是上个星期四星期五 这样子我们就看到 他的这些利多的效应刺激行情 似乎已经就来到了尽头 那么本周你还有什么可以期待的呢 我觉得这个马股其实本周还是有一定的看头的 尤其是本周五呢 我国将会公布这个2022年财政预算案 这是一份非常重要的预算案 因为在我们这个疫情的关系嘛 然后明年又可能是我国的一个大选 所以很多人在期待 大马的这一份最新财政预算案 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惊喜呢 它会牵动我们整个股市的走势还是怎么样 那今天呢 我们一定要留下来听听我们的嘉宾怎么点评 是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重磅的财政预算案的点评 当然大家也不要忘记 本周也是美国的超级财报周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说呢 因为标普指数的成分股当中 就有三分之一的公司会在下周公布财报 那其中最受关注的当然就是 美股五大科技巨头 FAAMG 也就是俗称的脸书啊 苹果亚马逊 微软还有谷歌的母公司 对对于不少投资者来说呢 这些巨头的表现呢 还有它的财报呢 其实对美股 甚至是对其他巨股市呢 其实有一定的影响的嘛 对不对 对我自己本身也是觉得 哇很期待不知道这个公司 他们的那些的整体的业绩表现 会不会再度创下新高 然后美股也是持续这样的多头的行情 好那我们事不宜迟 欢迎今天的分析师 Ariga Capital首席执行员黄德铭 Danny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点评 Danny您好 嗨大家好 Danny您好 其实最近美国上市公司呢 开始公布第三季的夜报嘛 然后我们看到很多公司的这个表现 其实是非常的亮眼 也刺激了美股的走势 那标普500指数呢 更在上一周呢 一度创下最高的记录嘛 那在我们即将步入11月之前呢 你是怎样看待美股的这个走势呢 首先先看看这个票谱500指数 在这个月里面已经飙升了 大概5.5%左右吧 从大概是4307点到上个星期五的时间 544.9 大概有5.5% 就从年头到现在呢 大概有21%的上涨 这个还非常的惊人 对不对 很惊人的涨幅啦 这些是我们是说那个Global recovery 这是我们全球性的的复苏了 再加上很多大型的 比如说说的Fangstock 它的上涨很厉害了 所以经过这么多个月的上涨 我觉得啦 短期内还是有看头的 我觉得 可是还是要小心 因为经过这么长久的 这个股市的上涨 盈利开始会修正 市值啦可能会 一直是飙高 当你的价格越来越高的时候 你的市场股值就升高的话 那么就可能会有一些profit taking 所以未来呢 中长期还是要看通膨啊 看工资 还要看企业盈利 所以未来企业盈利还是要看看 是 那了解了大盘整体的走势之后 那本周的美股的重头戏 当然像是之前我们所提到的嘛 那就是科技巨头Faamg的财报周 那您又是怎么去看待这些科技公司 即将公布的第三季的表现 你是觉得说他们的第三季的业绩 还有希望再进一步走高吗 还是可能会稍微出现一些放缓 我是比较看好科技股 在什么全球的科技股 最近也有一些 当然这个是软件 尤其是在美国很多是软件上升的股 而不是硬件的上升股 所以这些科技股 我觉得仍然是受欢迎的 而且是仍然它是可以达到它未来所达到的那个盈利 只不过盈利是盈利 那个股值是股值 如果股值先把这个盈利抛得更远的话 那么你要小心 如果它的股值是比较适中的 那么你就可以买进 这些东西就要看个人 你的风险承担力 对我而言 中长期我是看重科技股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焦点先转到中国这边去 中国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 以这个限电还有这个能源短切的因素 导致这个能源价格不断的攀升了 但是中国在上周 特别启动了限价令 尤其是对这个煤炭价格上升进行管制 导致这个煤炭期货商品价格上周都暴跌的 那甚至延烧到其他能源产品 像是原油 天然气上周都从高点开始回落的 那国际能源价格会不会因为这个 中国的限价令而回调呢 我认为是短期内 是很难去解决这个能源的问题 因为复苏关系 经济复苏关系 所以这经济摆脱 与这个疫情相关的封锁 大多数的经济学家 都一直一起到 这个消费者支出的增加 所以如果有这个spending的话 也会带动很多东西 尤其是能源这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那个传统能源 投资不足了 再加上这个再生能源的投资是有限 所以在这两个转换的那个期间 有这个gap 我们叫做有这个能源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那个价格仍然会站在短期内 它站在这个同样这个价位了 尤其是在未来 再过两三个月就是要经过这个漫长的寒冬 这个寒冷的冬天 然后其他区域性也有一些带动 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墨西哥湾的那个热带风暴 还有巴西那个水电 那个热点的地区都是很看寒的 还有欧洲也有 因为欧洲很多是靠风力发电 那个风也是异常的轻微 现在不是很强 都是消耗了很多世界各地 那个年龙的存库 所以我觉得那个价格会保持在这个价位 好 那Danny我们来看回我国好了 那我们都知道嘛 马股其实上周其实是要去挑战1600点的关口了嘛 但是好像是失败了 因为我们看到在马股的时候 大概是星期四星期五都出现一些回调的现象 按照你的观察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因为整体的套利潮的关系吗 还是国际能源价格稍微回调 导致整体马股的走低 那下一个主力点又会是多少 首先先看看10月的那个走势 然后10月走势有反弹的现象 也就是从9月 因为9月是对股市比较不好的一个月 是大概跌了4%左右9月 1600点左右跌到1537点 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几个东西 比如说那个每年取代FMC中的那个比较硬派的观点 还有这个美国的那个债务 那个债券数益上升 那么恒大的危机 这都等等都影响到9月走势 直到10月我们开始反弹 大概来反弹50点了就是从1537点回谈到星期五的1588点 当然之前还是达到1600点可是是守这个1600点 我觉得1600点回谈到是说下调到1580多点 而不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回调了 只不过是可能经过20多天的那个回谈 他做一个调整是适合的 是可接受的 我们现在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的本周的这个财政预算案嘛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财政预算案会着重在经济复苏方面 那你认为马股哪一方面的领域会从中受惠呢 或者哪一个领域呢 其实会受到这个冲击的 那投资者呢 你对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投资策略的建议吗 这个有很多问题 我不知道预算案的内容 所以我不想去推测 可是我觉得从一般上市场的一些讯息 我是觉得这个预算是主要是 好像你所说的注重在复苏经济了 这个如果经济复苏的话 我觉得这个会推动投资情绪 然后就要看看真正的那个预算案会有什么的惊喜 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惊喜 可是我觉得是对这个市场的投资情绪是有帮助的 是那提到关于财政预算案 因为过去很长一段的时间 大家都认为说预算案可能会是在建筑 还有基建等等的领域嘛 那你认为说像是比较新兴的领域 像是再生能源啊 或者是科系相关的领域 会有可能会是受到瞩目的吗 这个一定啦 因为在过去一个月里面都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财长或者其他的政府方面都有开始 陆陆续续的又公布一些东西 里面都有谈到过其他的方面这个板块里面 或者在领域里面 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Malaysia Plan那边 就比较鼓励这两方面的就是说 我们的那个ESG就是我们的环境 社会和公司治理这方面的严肃 然后也包括了高科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趋势啦 所以对我觉得这个不错的 所以我想认为一下 因为很多人认为呢 政府为了解决这个财政赤字的问题呢 会推出一些令人惊讶的特别税收 以扩大他们的这个经济来源 然后很多人在想说 会不会提高现有的一些罪恶税 很像烟酒税那些的 还是什么糖相关的税 那样呢 你觉得投资者应不应该暂时先逼开相关的领域呢 烟酒这一方面的 就好像我所提到 刚才我觉得这个财政赤字应该会 会集更多的市民啦 所以短期类我觉得这些是有可能的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可能 我觉得这方面这个我们叫做Syntax 最后税是比较高的在这个领域 我们这整体上的regional来说 我们来西亚算是比较高的 就是很高了 对在推高的机会比较小啦 而主题是我觉得是经济复苏啦 如果你可以复苏的经济呢 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 这个才是长期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不是短期在一直在提税 因为你提高的税务就是相对来说是 我们马来西亚更加不逊人啦 虽然说最近这几个月 我们有一些外资开始回流在我们国内啦 8月9月 最近10月也有啦 大概有3.56亿左右啦 进入我们啦 明白 普遍上你是来看好这次的财政预算案 然后你是觉得说利好因素会比较多啦 因为政府想要创造一个可能利商的一个环境嘛 对不对 对对我觉得是的 而且我觉得大选快要到了 对 当有大选的时候财政预算案不会说有一些不受欢迎的一些预算案 我觉得 是 Danny就戳破了一点就是大选要到了嘛 就是有关于可能税收过去很多人的讨论 包括资本利的税贷 会比较整 但真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因为就是可能考虑到明年大选在税收政策调整方面 可能不会出现太大的一个的变化 派糖果的因素会比较多嘛 对不对 对对对 好 那Danny 我们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Serva Dynamic 就相信上周上个星期我大家都相当的关注 因为他们的CEO在上周就卖完所有的评单 就我们所提到的就是Warrant Holding 然后就引起很多的投资者的关注 甚至是一度被勒令停牌的 那你是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的举动 可能会对这样的公司引发的风险呢 嗯 所以我不评论这个股啦 可是整体说 我是说整体哦 一些公司如果我们是很注重 这公司管理的问题哦 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 当有一些波动 比如说公司里面有一些不利的消息 尤其是在ESG方面 corporate governance上面有些问题的话 然后再加上他们有些大股东就抛说 这个是对我来说 我是不会说很看重这些公司了 我会说我要离开这些公司 远避这些公司 因为是corporate governance的问题 明白 所以可能它这样子的一个事件呢 可能也会提升马来西亚 监管当局对整个corporate governance 这一块的专注 然后很想要做一些东西嘛 对不对 所以对整体来说其实是在激励大家 维持更好的监管嘛 对对这个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ESG应该更加注重这方面了 所以要保护整体的投资者在马来西亚 然后就会吸引更多的外资进来了 像是在美国 如果发生类似像是假账 这样的一个的问题的话 那是美国那是肯定是要求它下市的 对吧 那其实我们看回马来西亚 其实有很多的可能一些的公司 在管理方面 可能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的问题 我们也是期待 ESG可能会是出手的 在监管方面加强我们的整体的监管 把我们的整体的市场 让它能够更健康的发展 对 这个调查还在进行当中了 我相信很快我们的监管当局呢 会做一些动作 然后会发布一些报告吧 我相信 那我们就先等一等这些报告的公布吧 是 好 那今天我们就谢谢Danny 带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给予了我们这么多的一些的建议跟分析 感谢Danny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是 谢谢Danny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制作的全新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三早上九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同步Live播出 同时你也可以到各大Podcast平台收听本期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我们的脸书专页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周见